所以这脑子进水了 咱们该怎么办呢 如何将水给它引流出来呢 接下来又到了我们亮出锦囊的时间了 来吧 咱们看看这锦囊里边 究竟又是什么样的高精尖的东西 这我看 好像不太高大扇了 一个管子 就是一个透明的管子嘛 这脑子进水了 用管子接近我们的大脑里 把它直接给它引流出来 是这意思吧 没错 那实际上 真的吗 您得全给解释一下吧 我这边太接地计了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确实是这样 我们用一个特殊材料 制定的一个管路系统 然后把脑极液也流到腹腔 或者也流到丧尸状痘 也就是说把脑组织 多出来的水 不能吸收的水 给它找了一个排放的通路 所以确实是通过管子完成 当然不是这个管子 是一个特定的 这样一个分流系统来完成 不是 我突然间脑出画面了 所以那意思就是从脑子里边 接一根管子出来 然后接到身体里边某个地方 是这种状态吗 大概 没错 实际上这种比较多 这样的常用的方法 就我们称为脑式腹腔分流速 也就是说这个管子 在炉内装盐以后 把它放在脑式系统里面 然后通过 当然要接一个分流泵 这个泵是为了控制的流速和流量 然后通过皮下做一个隧道 沿着皮下进到腹腔 我们把它称为脑式腹腔分流 当然因为分流的方式很多 也不光不仅仅包括这个 也可以分流到静脉系统 或者是上死装痘也都有 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分流方法 但临床最常用的 就是用一根管子 然后把水也流到腹腔内 这是最多箭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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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